一个小官失守杀妻 居然让皇帝大发雷霆 令众多高官落马 大奸臣和珅 为何又突然变身不为权贵秉公执法的包青天 真实历史与戏剧演绎 还有哪些不同 敬请收看经典传奇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一提到和珅呢 咱们脑子里冒出来的肯定是王刚老师 对不对 除了会拍乾隆皇帝马屁之外呢 就只会收黑钱干坏事 超级大贪官 罗菜典林队万岁爷 爷万岁 万岁万岁 万岁万万岁 这句话奴才是白天想夜里念 总在心里记着 连做梦的时候都念叨着 所以一张嘴就来了 你看看 你妹妹跟你妹夫 怎么小打小闹的 我也不能说什么 是不是 他们要是闹大发了呢 我就好出面了 我要是告诉您 这个和珅也曾经当过一回被害人陈渊得雪的青天大老爷 您相信吗 您别不信啊 那可是白纸黑字写在各种的证实里头的 这个案子就是当年曾经轰动朝野的海生杀妻案 一听到这儿肯定又有观众要说了 这个案子我知道啊 2000年左右有一部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什么来着 对铁齿铜牙纪小兰里头就说过这个事 说乾隆年间呢 督察院有一个叫做海生的小官 因为为人正直 看不惯和珅的家奴仗士欺人 当街烧了和珅的马车 为了报复海生 和珅居然勾结海生的大舅子桂宁 对海生进行陷害 那么怎么陷害的呢 海生和老婆纽葫芦士感情不怎么好 两口子呢三天两头的吵架 而每次吵架呢 海生的老婆必然是搞那个一块二道三上吊这一套 当然了纽葫芦士并不是真的想寻死 每次上吊呢 他用的白铃啊 记得那都是活扣 根本就吊不死 于是阴险的和珅就让桂宁 也就是纽葫芦士的亲哥哥 悄悄的把这个白铃活扣打成了死结 结果纽葫芦士再一次假装上吊的时候 还真就把自己吊死了 接下来和珅又指使桂宁四处告状 说自己的妹妹绝不是上吊死的 而是被海生害死的 官司一直打到了乾隆皇帝跟前 海生真就被判了个杀妻之罪 好在和珅的死对头海生的上司 吉小兰明察秋毫 几经周折终于替海生是洗清了不白之冤 电视剧里头海生杀妻案 非常符合两位主人公的人设 和珅陷害忠良草菅人命打奸臣 吉小兰仗义直言 不畏权贵的青天大佬爷 可惜我得跟您说 电视剧那就是电视剧 尤其是这种细说剧跟真实的历史 很多时候完全是两码事 比如说真实的海生杀妻案 跟电视剧里头演的 几乎是反着来的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这起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案子之前 得先介绍一下海生这个人 海生的全名叫做 伊尔根绝罗海生 一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奇人 没错 满洲正兰奇的贵族 犯案的时候 海生也并非像电视剧里头 演的那样是吉小兰的手下 督察院的小官 而是从无品的礼部员外郎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局级干部 不算大那也很不小了 海生自己的官职虽然不大 但是呢 他的家庭背景呢 是相当不一般 那海生的爸爸叫明山 曾经官至陕甘总督啊 海生的哥哥海宁呢 曾经任浙江巡抚 总督巡抚 在清朝那是顶了天的大官了 丰江大利 最大的地方官 那关键这还不是最硬的呢 海生还一亲姐了 把名字说出来更吓人 谁呀 福康安 哎呦 常看清宫系的观众对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啊 那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 甚至还有人说福康安呢 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 至于是不是呢 跟咱们今天的故事没有关系啊 就不去探讨了 哦对了 海生家还有一个远房的亲戚 比福康安还要牛 谁呀 阿贵 跟和珅 跟福康安比起来 阿贵这个名字 可能今天没有那么多人熟悉 不过哥在乾隆年间 那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福康安跟和珅是乾隆皇帝跟前的一二号宠臣的话 那么阿贵就是整个朝廷的第一宠臣 论资历论名望论权势 这两人都得排在阿贵的后头 阿贵的父亲叫阿克顿 是康熙朝的大臣背景深厚 阿贵本人呢 允文允武 论文人家正经的科学出身 论武 乾隆年间那些个重大的军事行动 什么平定准戈尔布的叛乱呢 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呢 平定缅甸呢 清军主帅那都是阿贵 到了乾隆朝的晚期 阿贵在朝廷最重要的两个部门 内阁和军机处当的那都是一般手 总之海生自己官儿虽然不大 可是他爸爸他哥哥他姐夫远方亲戚 那一个比一个牛 按说呢 这个可以是满世界横着走 谁都惹不起的狠角色 可是谁知道啊 就因为夫妻吵架的时候 踹了老婆一脚 这海生啊 把自己的命给踹丢了 背景深厚的海生 因何会一脚踹丢自己的性命 八面玲珑的和珅 为了一个素无瓜葛的女人 为何要与朝廷第一重臣死克 可到底经典团企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背景无比深厚的海生 因为夫妻吵架 踹了老婆一脚 把自己小命给踹丢了 到底怎么回事 事情啊 发生在乾隆五十年 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某一天 电视剧里头海生的老婆叫扭呼噜是 这纯属杜传 现实当中海生的老婆名叫乌亚是 不过电视剧里有一点没说错 那就是海生两口的感情一直不太好 可以说是大吵369是小吵天天有 有的时候光动嘴还不过瘾 得动动手才能消停 说这天啊 海生闲在家中没事 想要抽一袋烟呢 就让一个小丫鬟进来给自己点烟 估计是点烟的时间长了一点 在礼屋的乌亚是嘴就掀不住了说 哎哟你们这是点烟呢 还是伤孩子呀 要是想伤孩子 那就伤礼屋来吧 我给你们腾垫啊 那得就为这句话 两口子又吵起来了 两个人呢 先是隔着门对骂 这个话呢 就是越骂越难听 海生这个火气 腾的一下就上来了 光骂可就不过瘾了 他跑进礼屋 是照着乌亚是的心口就是一脚 这一脚踹得可狠 只见乌亚是捂着胸口立马就倒地 全身抽抽啊 一动不动 接下来就 海生呢 把手伸到老婆鼻子底下 一视万六 自己这一脚 把老婆活活踹死 人命关天 海生背景再深 关系再硬 闹出了人命 那也不是小事 更何况死的还是自己的老婆 按照清朝的大清律例 这丈夫殴打妻子致死 这是重罪啊 就算是失手 不是故意 至少也得判个脚尖后 相当于今天的死缓 这海生呢 可不想把老底坐穿啊 那怎么办 思来想去 他想了个主意 海生找了一根腰带 把他套在乌亚似的脖子上 手上一用力 这个死人脖子上 可就多了一道深深的勒痕了 明白了吧 海生这是要伪造现场 给自己脱罪啊 我就说这两口子吵架 乌亚是 这个一下没想开 是吧 上轿自杀了 这不就没我什么事了吗 伪造完现场之后 海生又立马安排下人呢 这个准备葬礼吧 尽快让尸体入土为安 以免再生之劫 海生的如意算盘打得是挺好 可是乌亚是 那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是吧 也是奇人呢 身边好几个从娘家带来的丫鬟 那仆人什么的 大家伙可都看见了 是吧 也不是傻子 小姐跟姑爷天天的吵架 可吵得再厉害 也没有争取寻死啊 这个怎么就突然就死了呢 今天是吧 里头是定有蹊跷 于是有一个仆人是连夜赶回了 这个乌亚是的娘家报信 乌亚是的弟弟贵宁一接的消息 注意不是哥哥是弟弟 立马带人就赶到了海生家人 自信断见 这不可能 就算海生在外胡作非为 脏花惹草 可妹妹年纪轻轻的 绝不会自走绝路 一定是他杀的 一定是他杀的 这是这是谋杀亲戚啊 海生你在哪 你给我出来 海生说老婆是上吊自杀 他纯属意外 跟自己没关系 桂宁是坚决不相信 一口咬定姐姐是姐夫害死的 绝不能就这么下葬了 那怎么办呢 按照清朝的法律 死者哪怕真的是自杀 也得由官府验过尸之后才能下葬 于是桂宁就提出啊 咱们呢按法律办事 官府要确认我姐姐是自杀的 那我就啥也不说了 听桂宁这么一说啊 海生反倒半点都不急了 说行 那就按你说的办 请官府来验尸好 还我一个清白 也让你心服可服 也不对啊 乌亚是明明是海生一脚给踹死的 只要一验尸 可就全露馅了 海生怎么能够轻易就同意了验尸呢 很简单 人家上头有人的 按照当时的法律 负责验尸的事刑部 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 那前头说了 海生有一个远房亲戚 朝廷第一重臣阿贵 阿贵的父亲阿克顿曾经当过十年的刑部上书 阿部自己呢 也干过多年的刑部负责任 当时刑部的大小官员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阿贵父子俩提拔起来的 有这层关系在你说海生还担心刑部来验尸吗 果不其然 报官要求验尸之后 刑部就派了两名官员和一名武作 也就是法医现在说啊 到海生家中来开关验尸 而结果呢 也不出海生所料 几个人知道了海生是阿贵的亲戚 那还查个什么劲啊 海生说是自杀 那就是自杀呗 验尸报告很快就出来了 死者的致命伤势 脖子上的勒痕没问题 乌雅尸确实是自杀身亡 正所谓官官相护 在清朝出现这样的结果很正常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就是海生把老婆埋了 然后再假装哭上一场 从此之后 别说从此以后了 就是哭的时候 说不定都忍不住笑 是吧 然而意外出现了 什么意外呢 海生这边有阿贵这样的靠山 乌雅尸娘家那边也不是平头百姓 人家也有远房亲戚 这个远房亲戚 那就是和珅 和珅当时的官职 是步兵统领衙门的统领 也就是九门提督 专门负责京城治安的机构 这是一个 按常理来说 海生的案子跟他是没关系的 再说了乌雅尸一家 跟和珅那个亲戚关系 八个案子都打不着 太远了 以和珅八面玲珑的作派 他犯不上为这点事 得罪阿贵 还有福康安这样的大人物 可是事情往往就是不按常理来进行 一听说海生的案子牵涉到了阿贵 和珅马上就来劲了 老东西 我要不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你阿贵还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明白了吧 和珅之所以会掺和这个事 不是真的确定乌雅尸是冤死的 他要替他申冤 而是想借着这个案子翻案的机会 好好地杀一杀阿贵的威风 那么和珅和阿贵之间什么仇什么怨 前都说了和珅是皇帝的宠臣 靠溜须拍马起家的 而阿贵呢 是当朝第一重臣靠本事靠军功升上来的 有本事的自然就看不起那些个只会拍马屁的 所以两人的关系一向不太对付 而就在海生杀期的前几年 因为一件事 和珅和阿贵还结下了大梁子 什么梁子呢 说乾隆四十六年 甘肃一带发生叛乱 朝廷得派兵前去平叛 清军的主帅就是阿贵 而副帅呢 是和珅 乾隆皇帝之所以这么安排的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阿贵能争善战 平叛那是小事一桩 不会出岔子 而安排和珅给阿贵当副手呢 乾隆就是想让和珅呢 也到前线去镀一镀金 捞点军功啊 以后好继续提拔 这么安排本来没问题 可是大军出发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阿贵当时正在治理黄河 那也是一件大事啊 一时半会脱不开身 于是皇帝就让副帅和珅带兵先去甘肃 等阿贵啊 到了以后再开打 那么一心想立功的和珅就琢磨了 我手下有十万大军 还搞不定几个小毛贼吗 趁着阿贵还没到 我先好好表现表现 独占军功他不香吗 和珅以为人多就可以打胜仗 哪有那么简单 和珅从来就没带过兵 跟将军们呢也都不熟悉 加上他名声又不好 谁能服他呀 但凡和副帅发号施令 手下没有一个肯卖账的 结果几仗打下来呢 那是场场大败 急得乾隆赶忙下令 让阿贵啊 把治理黄河的工作先放一放 赶紧去甘肃啊 就活去吧 很快阿贵就带着上方宝剑 到了前线 一见和珅 阿贵也不客气 怎么回事啊 何大人 听说咱们的十万大军 被几个山贼打得满地找牙呀 和珅当然得为自己辩解呀 这事可不怨 哇 是咱们手下那帮个将军呢 个个都不听指挥 我说打动他们偏往西 那有什么办法呢 阿贵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也不点破 而是当着和珅的面亲自发号施令 同样还是那些个将军 这次呢 却是一呼百应 很快就把叛军给灭了 何大人 将士们个个都很忠心嘛 哪有不听号令的呀 恐怕还是你指挥不力吧 皇上要是追究之前 吃败仗的责任 你说我该怎么解释呢 阿贵一番的话 让和珅是既脸红又害怕 不敢再狡辩了呀 连夜收拾行李 灰溜溜的回了北京 半点军功没捞着 还被阿贵羞辱一番 像和珅这样的小人 还不把这个仇给记得死死的呀 可是阿贵位高权重 他还真找不着报仇的机会 直到听说了海生杀其案 知道刑部的官员 为了给阿贵面子 根本就没好好查 这个乌亚式的尸体 和珅眼前顿时一亮 老天有眼 报仇血恨的机会来了 海生杀其案 引发两位高官的对决 电视剧里刚正不阿的吉小兰 在海生案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案件最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揭秘 上节说到和珅决定借海生的案子 好好整一整他的眼中钉阿贵 怎么整呢 第一步 他所使乌亚式的弟弟桂宁 坚决不接受刑部的尸检结果 验尸报告有问题 你们这是官官相护 徇私妄法 我要上诉 在和珅的受益之下 桂宁还把壮指直接递进了皇宫 这回该你敲鼓了 敲鼓 敲什么鼓 灯文鼓告狱状 海生是纪小兰的人 那些初简 赴宴的一些官员 为了奉迎纪小兰 有意庇护 所厌不实 而你呢 为了舍妹的冤情得报 所以冒死告狱状 在电视剧里头 桂宁告的是纪小兰 可是在真实的海生案里 桂宁告狱状 矛头直指阿贵 当然了 纪小兰在海生案中 确实也出场了 只不过 电视剧里的纪小兰 那是把案子查了个 水落石出的包青天 可是在真实的海生案里边 这个纪小兰的角色 就没有那么光彩了 怎么和不光彩反而呢 话说乾隆皇帝 接到桂宁的壮旨 加上有和珅在边上吹风 他对这件事情还挺重视 桂宁不是说刑部的官员 全都是阿贵的人 个个都护着海生吗 行 那我就换别的部门 再去查上一查 什么部门呢 督察院 这个督察院的职能呢 就相当于今天的 咱们的检察院 属于法律监督部门 因为是皇帝派的任务呢 当时督察院的老大 左都御氏及小兰亲自数码 对乌亚式的尸体 再次进行了检验 受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 姬晓兰在后世人的心目当中 那是机智幽默 政治无私的大清官 可是实际上呢 真正的姬晓兰 根本就没有那么高大上 顶多算是一个文才出色的 官场老游子 另外这个姬晓兰 跟阿贵啊 关系也很不一般啊 姬晓兰当年参加科举考试 她的作诗就是阿贵 她爹阿克顿 多年来两个人是情同父子啊 姬晓兰跟阿贵的交情 自然也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跟兄弟俩似的 接到圣旨之后呢 姬晓兰领着督察院自己的法医 重新又检验了一遍乌亚氏的尸体 她看没看出破绽 史料里没说 反正这第二次验尸的结果 那就是之前 刑部验尸没毛病 乌亚氏确实是自意身亡 姬晓兰那也是乾隆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她说乌亚氏死的不冤 按说皇帝不会不信 再说了 海生踹死老婆的时候 乾隆你也没在边上看着呀 他没有理由就认定这乌亚氏 一定不是上吊死的 可是您别忘了 乾隆皇帝身边可整天跟着一个和珅呢 而和珅最大的本事 那就是揣摩上意 乌亚氏究竟是上吊自杀 还是被老公给害死的 跟皇上半毛钱关系没有 皇上根本就不关心这个事 那么当皇上最怕的是什么呢 最怕是手下能干的大臣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最后变成了全臣 把皇帝架空 说的不好听一点 甚至谋朝篡位都有可能是吧 吃准了这一点呢 和珅可就能在皇帝面前 给阿贵顺带着给吉小兰 下点眼药了 皇上都说这个乌亚氏死的蹊跷 可刑部跟督察院这么多人 连着咽了两回诗 居然连半点毛病都没挑出来 这正常吗 您是不知道啊 现如今这个朝廷里边 从上到下 大家都指认阿贵阿的人 就连您觉得最忠心的这个吉小兰 您看 真遇到事的时候 还不是站在阿贵那边吗 这番话要了命了 那是点中了乾隆的心病 是啊 海生不过是阿贵的一个远房亲戚 从刑部到督察院 人人都像是在护着他 可见这个阿贵的官威权势有多大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这个皇帝不成了百姓吗 不行 一定得把这个事查明白 于是乎 乾隆皇帝再下一道圣职 海生杀其案不能就此了结 还得接着查 怎么查 这次呢 乾隆既不找刑部 督察院也靠边站 皇帝亲自指派两个 他觉得跟阿贵跟季晓兰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官员 护部侍郎曹文直 公部侍郎伊林阿 来负责查办这起案子 这两个人为了显示自己办案公正 又特意从外地抽掉了两名武座 对乌雅士进行第三次试检 都知道这案子皇帝盯着呢 这回可没有人再敢打马灰眼了 乌雅士是被海生一脚给踹死的 有伤痕在那摆着 一咽就能咽出来 至于脖子上的勒痕 但凡有点惊艳的武座一眼也都能看出来 这是人死后做出来的真正的致命伤 就是胸口那一脚 为了让所有人服气 乾隆还把阿贵、吉小兰以及刑部和督察院 参与过海生案的官员都叫在了一起 当着他们的面又咽了一回尸 众目睽睽是铁证如山 这些人只好低头承认 当初自己逛想着给阿贵面子 确实没有认真验尸 把案子给办错了 一切真相大白 您说 和珅这算不算是当了一回包青天 替被丈夫打死的乌亚氏 申了冤呢 虽然说他的动机是为了整阿贵 可是要没有和珅 乌亚氏估计是永远是个冤死鬼 那么和珅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那必须啊 特别是当了解到在整个事情当中 阿贵并没有给任何人说情打招呼 所有的官员都是因为知道海生是阿贵的亲戚 就自发主动的护着海生 不惜的寻死王法 乾隆皇帝更加拨人大怒 看来和珅说的没错呀 满朝上下大小官员 眼里只有阿贵 哪里还有我这个皇帝呢 不好好敲打敲打这些人 以后怕是要翻天呢 皇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第一个倒霉的自然是杀人发海生 前面说了按照大清律例 丈夫殴打妻子致死 通常会判绞尖后或者斩尖后 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 跟今天的死判是一样的 那么缓刑期间 犯人只要表现良好 没有其他罪行呢 最后一般都会改判无期徒刑 人不用死 可是这次不行了 皇帝亲自勾绝 不能给海生活命的机会 时间一到立刻执行死刑 结果到这年秋天秋决 海生就被绞死了 紧接着倒霉的 就是参与过前两次验尸的人 从刑部尚书 侍郎这样的高级的 不唐级的官员 再到最下级的验尸武座 一百多人一个没跑了 降级的降级 罢官的罢官 流放的流放 连姬晓岚都被降级罚奉 当着满朝文武公开做了检讨 这才过了关 那么皇帝是怎么处理阿贵的呢 说起来 阿贵在海生杀其案当中 根本就没有任何过错 既没有给任何人打过招呼 也没有插手办案 可是乾隆皇帝 既然有心要敲打阿贵 他怎么跑得了呢 一到圣旨下来 内阁首辅 领班军级大臣阿贵 约束管教家人不言 隔职留任 罚奉五年 等于是丢了乌纱帽 还得白给朝廷干五年 您说他冤不冤 有人倒霉自然就有人走运呢 得了好处的当然就是和珅了 因为翻案有功 和珅被提拔为军级处军级大臣 级别终于可以跟阿贵平起平坐了 不过两人的关系 那就更加的水火不容了 众多史料里边都有明确的记载 阿贵和和珅 在同一个办公室里边 同事十多年 两个人从来没有单独说过一句话 哪怕在皇帝面前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也从来不看对方一言 海生杀其案到这儿 差不多就说完了 不过最后咱们还得补一个结尾 我们知道和珅最后 也没落着什么好下场 乾隆皇帝刚刚驾崩 嘉庆皇帝就搜罗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 抄家之后赐和珅自尽 而这次带头弹劾和珅 列举他各种罪证的人 就是在海生案中被降级的 刑不上书胡济堂 三十年河洞 三十年河西 封建官场的残酷与荒唐之处 由此可见一斑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和抖音号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计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我们下期再见